俏俏 你干嘛去了 散步 俏俏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怎么和景老二认识的 谁 离窍茫然的密了密谋 稍加思索才想起来 哦 那只蓝色妖姬景瑞安 我认识他 对啊 快说 你们俩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不认识 真不认识啊 唉 我还以为能有什么八卦消息呢 结果 完全是景老二在自嗨 那估计他是认错人了吧 李俏对于别人的事向来不在意 他们已经进去开会了 嗯 就那台弧形隔山窗的会议室 都在里面呢 与此同时 古宝一层会议厅 可这般严肃的场合下 商语却紧敏伯唇 一言不发地望着窗外 淡淡隆起的眉心也泛着一丝不悦 李广明簇眉眉 仔细定神后 才看清了窗外的一幕 他宝贝女儿李俏跟景家老二 低声聊着什么 老李 你看他俩有戏吗 李广明看了眼景横生 抿着唇眉作打 李笑神色淡淡地看着景瑞安 听完他结结巴巴的叙述 某种闪过了然 你的意思是在边境见过我 没错 当初救我的人就是你 对不对 你认错人了 李小姐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感谢你当年的救命之恩 我找了你很久 做梦都希望再遇见你 不用 李小姐 你承认你就是边境的K 你没完了 李小姐 你放心 边境的事我从来没和别人说过 所以能不能赏脸 让我请你吃个饭 不能 那能不能把你的电话给我 景瑞安还在喋喋不休 此刻 李小有点压不住火了 李小姐 李小姐 老大有请 开完会了 还没有 临时茶歇休息 很快 就和刘云来到了茶室 李小学步走进去 怎么突然中场休息了 女朋友被人纠缠 男朋友总不能坐视不理 你看见了 她想做什么 唉 可能 是想 感谢救命之恩吧 什么时候救过她 三年前 边境 当时人很多 场面又乱又杂 就是顺手施救而已 我也没想到 她当真了 需要男朋友帮你解决吗 那倒不用 她小题大做 这点事不用你出手 十分钟后 李小走出茶室 发生了 感谢观看